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靖南大學喜歡的副教授給我們講的 詹利歐卡拉的一把文化形 大家歡迎 謝謝張老師的邀請 今天來到著名的中央大學 第一次來這邊做報告 做報告請大家做報告 可能如果不熟悉高年理論的人 看這個文化形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實際上是蠻有意思的 我主要講的是出發點就是中微子的質量 所以我今天的報告主要提到內容有這麼多 首先是我為什麼要研究這個 我所謂的中微子的質量 然後我對這個模型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之後我們再考慮一下 在這個模型的框架下 實驗上現在會即將可以觀測到的一些過程 一個比較熱門的這個 差點的冷通的藍類型 就是帶電的精子味道給變的過程 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Muse 摔變到光子 摔變到電子跟光子 這就是一個一個例子 那此外呢我也會稍微踏起到一點 這個漂亮的冷通化的文化 這個名字可能 做高年人比較熟悉 其實這是一種標準模型之外 一種新的例子 這種例子既帶有輕子數 又帶有重子數 這很奇怪 但這種是在理論上的 很多模型都會預言存在 八九十年代就預言存在 比如說大統一例裡面 就有這個 那我現在用 現在用它是因為現在 其實這個時機也合適的 來討論這個例子 為什麼 我們現在的LGC 它是大影響的最大的質疑 這個呢是帶色的 所以它可能被撞錯了 所以現在LGC尋找 也在尋找的 那我們這個模型 因為涉及到這個 那麼快 所以我會難以 最後呢 在這個模型框架裡討論 給大家展現 一兩個有趣的一個結果 就主要是 要做一個實施 這個沒有動畫效果 那我就直接說 這個這個 這幅圖呢 是2014年的時候 還切割期間 有人給了討論 本來動畫效果比較好一點 現在用 是不是要放一下 按那個播放出去 放大就是不好 放大就是不好 再試一下 說不定的名字比較好 這一頁放大 可以先可以休息 最好 2014年對吧 當時開會之前 大家都 2014啊 2012 2012 好久 一下子就過了好多年 但這個話 現在來說 還是非常適用 今年的iChip 又沒有什麼激動人心 所以我還可以說 曾經人熱氣的PowrHC 也告訴我們很多有趣的事情 像一片茂密的森林 可是機器開啟之後 包括第二年 結果出現之後 曾經還幻想在125G V的Higgs 這是一個森林樹 三個裡面的一個森林樹 我們終於找到了它 還有一個750 給它的一個彈生地 那現在也沒有 是吧 現在這個還一樣成立 所以這是LHC 告訴我們 那我們理論物理學家 呼呼尋找了幾十年的新物理 那是不是我們就該放棄了呢 其實也不應該 這話呢 應該是有一些地位 位分更高的人 比如說 戴維格尔斯那個 他會說 Be patient 都會經常說這樣的話 我覺得其實也是 我們應該這樣 剛年也說 耐心一點 那我們至少 我們把眼光 離開LHC 看一個別的東西 我們也有一個 確定的心理的性 那就是中微子質量 稍微再複習一下 那六十年代 這個美國的Dervis 合作者 在南部 一個地下範地裡面 做一個探測器 Homestake 第一次捕捉到了 來自太陽的中微子 是人類發現的 第一種中微子 可是他發現這個中微子 之後呢 當然他2002年 跟Roberts分享的 還有一個日本的小小小三軍 還有別的人 那他們是因為發現了 宇宙受限裡面的 一些天文現場 但是這一個呢 就是Telis 那他們主要是 發現了中微子 太陽中微子 但是他們發現了 太陽中微子 根據太陽模型 裡面計算的 不對 數量不對 缺少了一個 只有理論語言的三分之一 這就是所謂的 太陽中微子消失之謎 那麼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或者說 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加拿大有個實驗 SNOVA這些其實都是 中微子裡面的 比較老 老一點的故事 這個實驗呢 他們就 做 去 進一步去探測 來自太陽的中微子 用了一些新的技術 很重視 2011年呢 他們的結果就是這樣 然後通過測量 像大電流 中心流 一些結果 然後發現太陽中微子 橫座標呢 是電子的流 重座標呢 是μ跟tow的流 它應該測的是一個總的流 還有一個技術 能測電子流 所以呢 它重座標呢 是總的那個 plus 減距 橫座標電子 所以它發現 可以 最後出現結果就是 發現了 這個是 三分之一的 太陽的中微子 還有別的呢 轉化為了 μ跟tow的中微子 那 這個故事呢 就是去年拿諾巴爾講 這個 白蕩老先生 那 告訴我們一個什麼道理啊 告訴我們 有些人是 是在震蕩 那有些人震蕩 已經被證實了 一個拿諾巴爾講 那這件事 就是一個 確定的這個行為的型號 為什麼 因為我舉個簡單的 例子有點小 標準模型的中微子 三個味道 只是以兩個味道為例 大概 舉個例子 那假設有個 μ1 就是味道本真態裡面的中微子 它在質量本真態裡面 做一個轉換的話 就是一個所謂的混合 有這個混合的話 你去計算 當中微子穿過一段距離之後 在另外一個地方去探測 它有一個概率 這個概率呢 就是電子性中微子 再變成電子性中微子 就是這麼一個數 如果不震蕩 那就是雨 如果震蕩了 那就是比如說 這邊的三個這一項 那這一項呢 裡面有質量 有質量想 也有一個混合角 所以呢 我們說 中微子整頓的實驗 給我們兩個啟示 第一個 中微子是混合的 第二個 中微子是有質量 關於中微子 混合這一塊呢 裡面是一個很豐富的話題 那我們如果以現在 加上中微子有質量 有一個叫 好像中微子的一個最標準 那個 假設中微子也是三個味道 三代 我們叫 Active Mutant X 那我們把 我們刻畫它的混合的矩正 叫做 PMNS 現在的技術呢 已經是能夠比較精確的測量出了這個混合 比如說我們的代管實驗室 已經把cd13 這個 測出來 但是呢 還有一些 比如說這個 這個叫 CP破壞的這個 就是下一階段的 中微子實驗的一個目標 包括 中微子是 迪拉克的粒子 還是馬爾安的粒子 我們不知道 那如果它是馬爾安的粒子 它有一些香味 這些都是後面的一些後續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 中微子有了質量 但是有了質量之後 它還有進一步的問題 比如說一個很自然的問題 是哪一個 中微子更重 就是 產生了所謂的 中微子質量序的問題 那我們有 現在 我們沒法確定 我們渴望去確定 就是 比如說我們Juna 專門中微子實驗 期待去做的事情 就是 來找出這個質量序 我們現在是有一種 有一種是叫 Normal hierarchy 就是正常的排序 在這種排序裡面 質量序裡面 是 M1是最小的 然後質量的 從小到達N是 M1 M3 還有一種是 反的 Everted hierarchy 這種質量序裡面 是M3是最小的 好 那這個問題呢 是 現階段 我們 在我們的解決問題 的清單裡面 期待 人家們中微子實驗 很快 都告訴我們 那 綜合現在世界上 很多 中微子實驗 那我們得到一個 這個 這個 顯示不太好 現在所有的一個 實驗的匯總 一個Global fit 那就是 Zh23 E13 E12 我們看一下 誤差就知道 測量已經比較精確 包括這個 Dialt M2 Dialt Cp相位 講的還沒有測出來 那麼 總結一下 其他關於中微子的 還有一些 還不知道答案的問題 它的絕對質量多少 它CP Face是多少 M1 Dialc 還有一個例子 是不是還存在著 額外的中微子 叫 惰性中微子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 這件也跟實驗 其極相關 當然 做理論的 人 做理論的 工作者來說 那麼更加關心 就是中微子質量 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 標準模型的中微子 是沒有質量的 有的質量 一定是超越標準模型的 性物 那 這個市場上有很多種 關於提供中微子質量的一些機制 這個 一大類機制叫做 敲敲板機制 C色機制 那 裡面又分了好幾種 叫做 2 3 比如說第一類的敲敲板機制呢 是加上一個 一個 右手的中微子 就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用 一般圖來表示呢 就是 它只是一個 新的衣服 右手的位子 這樣 那 第二類的敲敲板機制呢 是加上了一個 Tripleated Scalar 對 剛剛你們的 Dakum Dakum 不是 你們剛剛是提到的 Tip3 Tip3呢 是加入一個Tripleated Formal 我們用圖來這樣模式 這個叫C軸機制 那 除了C軸機制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些 輻射修正的機制 就是給 中微子的質量 剛剛是通過加入一些 羅外的牆 引入的 但還有可能是 通過一圈圖的修正 引入 其實這裡面也會 引入一些新的例子 既加入 既有圈圖修正 因為剛剛的C軸 C軸的體 都是樹土的 那加上那個 有圈圖修正 我們也要加一些 新的例子 有一個 最最開始 Z Model Z是屬的 徐宜宏 Z Model呢 是Singulate 再加第二個WT 所以它有兩個 像Fix一樣的WT 再加上一個Singulate 那我們可以通過 一圈圖的效應 就可以產生 中微子的質量 那還有進一步有推廣 Z Model Z Model 它是加了兩個 代電的 標亮槽 是這樣 這個兩個代電的 一個是 代單電的 一個是代雙電 這個 代雙電是一種 很奇特的信息 我們也是 渴望在LCC上 能夠發現 這樣的信號 那我們現在自然而然 就會想到 其實所謂 代單電 代雙電 下面呢 是關於SU2 和SU1 這一塊的一些 一些 如果我們可以考慮一些 加入的 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 但是我不是 不是代電的 我是代色赫的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 產生中微子的質量 那就是我們的 Color Z Model 這個是 前面呢 這個是Z Model 我把這個 代電的 我替換成 代色赫的 就是Color V Model 簡單說來呢 我們這 這個Model 我的例子就是這樣 這邊沒有 黃的跟藍的 是新例子 左邊都是雕的模型的例子 我加入了一個 Lub Quark 加入了一個 Di Quark Lub Quark 既在重子數 既在重子數 又在青子數 Di Quark 只在重子數 相當於兩個 Di Quark 然後 在我們的模型裡面 Lub Quark 是SU3 規範型的三層台 Di Quark 是六層台 對我們的 新例子的 量子數的規定 我們是用 相當於是一個 有效的 整個 有效的相互作用是這樣 它並不是一個 完全的理論 我們可以把它 嵌到一些 更基本的放在Mental 裡面去 因為我們現在 目前關注中文質質量 有這些就夠了 所以我就 討論這麼多 這是一般的相互作用 我們這邊呢 這是一個Color相互作用 按照對稱性寫下來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是很麻煩 我們有這一項 這一項呢 有一項是 Lub Quark 跟那個 上行 Quark 上行 Quark 也不一樣的作用 但這一項呢 看起來是 滿足一些對稱性 但是 這一項如果存在 它會破壞幾個 它會引起制度摔電 這是不需要的不對的 所以我們用人工的 考慮有一個 Z2的對稱性呢 可以把這項幹掉 那我們其實就 考慮的時候 這麼多 有三項 有Color相互作用 有三個 有Color complete YL 可以滿足物理的 一些 找出這些幾 因為這個Color 實際上都是 三層三針矩陣 一個三層三矩陣 一個三層三矩陣 還是三層三矩陣 很多 很多個 矩陣員 自由參數很多 但是 能不能滿足 現在這麼多實驗的限制 然後還能給出 一些有意義的 一些預言 這個就是 比較 需要一些實際的 一些操作的 實驗的事情 那 引入到Levelcog Backcog 實際上他們 標鏈廠 所以他也會跟 Stand Mode的Duckrate 標鏈廠 相互作用 所以他一般的 Tension 就是這樣 這個當然也會對 Pix Pix decay 也會產生影響 實際上 我們也算過 比如說 H2 Photon H2 Gamma Z 也會有一些 影響 但影響非常小 今天這個演講 不會涉及到 跟標鏈廠 作用這一塊 我們現在主要是 關注這一項 Levelc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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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它 有了它 才能提供一個 完整的 中位置產生的 一個機制 一個兩圈圖 跟剛才的內包很像 不過 歷史完全不一樣 這個呢 就是 來自 Tension 那這兩圈呢 是來自於 Ncog 跟Fomeo 相互作用的 Cog 這一項呢 是Bicog 所以這是 YL YL YS 那我們 質量上呢 就是要 寫下來呢 就滿足就是 RGNU MNU 這樣的一個形式 我們 非常 streetforward的 寫下了這個 質量的表達式 其中這個 比如說 有一個 I 就是一個 兩圈圖的成分 別的就是一些 咖啡 寫下來 這兩圈圖的積分呢 我們也沒有 參考 這個 文件中的一些 近似的處理方法 就這樣 按部就班就可以了 但是 這裡面主要還是 我們 我們做的事情 主要還是就是 找出這些 數字上真的 什麼樣的 我們把這個 進骨 為了可讀性 強一點 讓我們自己也能夠 一操作 進骨 把這些 這些中間 跟這個 Dicode Dicode 這個Cupy 相關的 這些 所以這個 中文字的質量相當 就變成了 YL Mega 就是這樣 三個 就是中文字 我們可以進度的 鋪設 實際上 把前面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質量 都帶進去 那我們會發現 最後呢 這個 中文字 大約是 0.6個EV 然後乘以 比如說 YL YS 所以說 T 只要找到 合適的 YL YS 這個 很自然 你這個 後面的公式 從那個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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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WARDS跟跨颗相互作用的卡网 它的几个矩阵源都是一个数量级别 然后呢因为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Omega是下音跨颗质量乘以WARDS 那WARDS本身每个矩阵源都是一个级别 那下音跨颗质量它是一个Hiractic 所以呢自然而然我们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Omega就是一个Hiractic 我们可以把它写 像一个围绕展开的写出来 这是Bing-O人类的Bing-O 那我们 根据这个Chinquark的质量呢 如果我们都写全了 没法做很麻烦 如果我们 我们太粗略了 扔掉了两个Quark 比如说把BQuark扔掉 把MSQuark扔掉 只剩下一个B的话 这个就无几个Quark 所以我们始终选了两个 把BQuark质量保护 把MSQuark放护 那我们这个第一集 Omega里面就是这样 记得刚才 这个终于的视频 跟这个就靠这种关系 我们就会发现 倒退过来 把YL9个矩阵源都写出来 矩阵源只要选 其中一个都会参数 别的都会参数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自有参数 就减少WR3至566 然后进一步 Next to Lineal 因为 Next to Lineal 我们可以估算一下 它跟上一个级别 是一个 有多大的压地 实际上就是一个 大约是MD 除以MD 那我们也是可以进步 融为 把它参数化 进步的比较瘦也不写出来 最后呢 我们就多了 多加了这三个参数 所以整个我们的数字计算里面 一共有123456789 这个参数 应该是不对 这里面有八个参数 八个参数 这样一来有什么好处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工作 就建立了这种 这种Walking Scenario 我们才可以进 它会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 可以续做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一下 面对限制的问题 考虑一下 这个 Flow of Evaluation的一些问题 因为很自然的问题 就是在Trade Level 我们就有味道有点 比如说我们这样两个图 左边一个 我们把两个Quark 寄掉 就会有 四非密子双子 两个镜子 两个Quark 那 右边一个图 我们记掉 这个 这个是记掉Left Quad 这个记掉戴 Quad 就是四 Quad 那这里面 都有味道的改变 我们现实的物理是很 味道改变是很小 是压低的 这里面 出现这么多 是很不利的 那我们只要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有三项 我们发现是跟WaR一样的关 这个 确实很容易失控 我们有用了一个 再用了一个讲课 把WaR关掉 杀掉 这样来呢 面对的这个 味道改变问题就少了 接下来呢 还有 这一块呢 是 就记掉了这个 DiQuark 其实这个 容易从实现中 得到限制 就是K介质的混合 跟DiQuark 跟DiQuark 都可以控制住 这一块 接下来 还面对这几个 那这几个呢 就是正好 就是有人 已经做过 系统的研究 这个Global Cloud 我们就把它来 做个我们的 一个数目参数 那这一块 主要是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为了避免 这个Tree Level 的味道改变 我们考虑了WaR等于 只有WaR 那再进行我们 再看一看 这个味道改变的过程 现在我们 关注一下实验上 实验上呢 现状是这样 关于比如说 MUTIK 这个是现状最严格 那 那 大概两三年前的一个 限制 等于关于 MUTIKAMA 15.7城市 或13 实际上 我关注到就是 今年6月份 所以文章群就是发表 MIGI Coveration 他们都发表了一个 新的 一个上限 大概两个 降低不是很多 一点点 那另外 关于TOW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味道改变的过程 就是 发表了 这个是比较 比较老 需要一些新的时间来推动 然后 关于 Z 味道改变的Z 这个 这个其实 限制是非常多的 那 这是90年 90年代的时候 Lab上的结果 是 当LHC 还不是LHC 的时候呢 有了这些 当LHC 有了LHC 之后呢 现在还没有 那我们既希望 这个 LHC 变成LHC 之后呢 LHC 有了一些新的一些结果 但也不是很好 那我们既希望 我们中国的CEGC 就会对这几个实验 有一个很大的推动 因为 CPC是电子跟电子对峙 它会产生 大量的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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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了这么多对波色 什么的 先考虑研究这个波色 就很有希望 好 那我们就看我们理论上做什么事情 我们先抛开我们的模型 就讲一讲这个 一个青子刷院到另外一个青子跟光子的模型 它有效的这个 有效效果 或者是有效效果 可以形成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形式 是一个DICOL 是一个狗极矩的工程 一般来说 比如说QVD里面 电子跟光子的重顶点 最主要的是一个 矢量的一个 矢量的一个 其次呢 还有一个 这个DICOL 但是我们这边呢 都会把改变的 所以那个 矢量网络是没有 而且是没有 不做空线的 只有DICOL 那对我们这个模型 我们需要计算式对付 只有这个 11PUG 是有空线的 大家跨个不起空线 大家跨个就跨个空线 所以 所以我们是 只是需要计算 找出它的ODG线就可以 那我们经过一个完全的计算 所以我们没有比较 非常严格的 表示 计算的函数 比较图 然后呢 右手右手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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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跟右可以 那我们现在关掉了 右手的话呢 就很简单 只剩下左手 只剩下这一个 然后我们搞了一条素质 大感 就是把这个做了一些禁止 素质都去掉 只留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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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 GAMA 就是很准确的 不怕计算得来 然后 进一步呢 我们比如说得到 MUTUGAMMA或者是TAUDK 大概就是数字上的背景 直接可以读出它跟UKARBA的关系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过程 味道改变的轻图的时候 这个图其实跟L2F'GAMMA的类似 我们类似呢 我就不用了同样的图 但是要注意 这边呢 这个就不是GAMMA 所以是Z 有质量的 然后这边的一条线呢 动量有这个方向的改变 然后要注意它也有反地质 我们这一般的整幅形象 鬼然无变的 它有一个实量的线 有这个张量的线 这样 最终呢 这四个系数 这一般的 这四个系数 对整个最后的 这个GAMMA的 共享性分析 我们发现每一项 其实都是有共享的 这一般来说 但是呢 我们经过其实不需要计算 我们只是简单的对比分析 就会知道 只有C 所以就是 死量核 有一项是最重要的 其他可以忽略 但是你真的要做严格的计算 你需要 就比这个MUTE-GAM 很麻烦的 它需要认真的算出来 因为MUTE-GAM 只要算出D 那你先要算出D 然后再算C 在算C的过程中 就是 就是死量的那一块 还要扣除D的一项 最后再得到HC 这是怎么算的 那我们也考虑 这个 关掉这个右手 最终 得到HC 非常值得注意 是出来的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模型 并不是所有的过程 但是 在我们这个模型里面 这个过程 它这个 Z 比如说 Z到TAU MU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有存在的一个CP 不对称和CP破坏 这个CP破坏 是在于中间的 中间它的一个 产生的轻化 这个轻化 可以ON效 ON效的话 就会 有个interference 就会产生一个CP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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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CP 定义成这个地方 好 我很快就要讲了 那第三个 我们要讲一讲 这个LevCog的DK 这个也是 现在的 这个实验的一个种子 这些基本上 已经是 LCC的实验 比如说 第一代的LevCog DK 它的一个质量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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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代的 CMS 已经可以说 第一代 LevCog 就是 一个T 那这里面 都是 比如说 有个参数Veta 但我们其实 会看到 在我们的模型里面 也会有这个Veta 总之 我们可以看出来 LevCog 很重要 在我们的计算里面 我们的LevCog 可以 它刷变了 有两种 一种是刷变成的 轻子跟上行的跨端 一种是刷变成中 一子跟上行的跨端 我们的总的刷变方程 我们就这样做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扑算 这个发现实际上 就是 有两倍的W 还有同胀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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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简单起来 就好 这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 然后我们 定义 比如说 对第一个衰变 LevCog 衰变成 要有EU 在这里面 我们在细子 是哪一种 哪一个味道的 清子 定义成的B Li 待会我们 有个图要显示 用到这个观测量 这个观测量 这个观测量是 对我们来说 那现在已经看出来 我定义的这个观测量 它至少 它是 不依赖这个LevCog 质量 我们希望这个观测量 依赖的条件 越少越好 它不依赖LevCog 然后呢 它对YS 就打跨这个Coupling Rescaling 它不依赖这个LevCog 什么是Rescaling 我们现在马上讲数字结果 数字结果之前 我要讲它有限制 就说 刚刚我们中位子的质量 中位子是两个 左手的Coupling 乘以一个DiCog的Coupling 所以它是存在着 这么一个Scaling 制度的行为 那如果有这种变化之下呢 我们所有的 青子味道改善的过程 它都会有一个 认识的上升 然后LevCog的Decay 位置呢 就会认识平方的上升 这个呢 这个就是刚刚上一位提到的 一个Scaling 它呢 不依赖就是Scaling 用这个Scaling 就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 数字的估算 很有用的 省得你做 你只要选取一个点 做了一些估算 实际上 所有的结果都出来 好 那我们就展现一些 数字的结果 这是我一开始 刚刚一开始 就想做的事情 我想知道 有没有存在参数中间 除了对MuteEGog之外 好像 别的史研4% 能够接近这个Scaling 那 左边呢 是一个 逆质量学 右边呢 是正质量学 中文字的状况 其实 好像希望 都拍到 我去第二个图围 横座标 就是MuteEGog 那这个 就是现在的实验 实验限制 上限呢 是 Tauti TautiU MuteEGog TautiU MuteEGog 还是有希望 就是 实验如果下限 只要一下来 也很可能 这个有希望 但是有些过程 比如说 像这几个 不好意思 我这个图太小 这些空间 很多次 就是Z2 MuteEGog 这个就是 没有实验 他们的 赞 没有实验 那正起来 也不是非常好 就是我最初 盼望的 想得到的结果 没有那么有趣 但后来 这个是 会有趣 我们再用一些 rescaling的技巧 我们就 刚刚是 图了一下 用图外线 直接从数字高度来 可以 我们 知道 所有的这些 味道改变的过程 有些EGG TautiU EGG 或者MUG 它有上下线 包括D改变 它都有上下线 它都有上下线 在这里面 是 TautiU MuteEG 最有希望 然后我们也计算出来 关于ZTK的 CPE 的整个数字 是比较少的 但是呢 如果 比如说 CPC推动了上线之后 能不能 说不定 就是可以 看到了 这还没有 非常清楚 但有一个很有趣的 结果 我们后来又定了一个 Double Ratio 就是 Grantial Ratio的Z 比如说 R1 我们定义R1 Z2MuT 跟Mu2EG 这个笔子 类似有一系列 这样的笔子 我们会发现 其实正质量序 跟逆质量 这个叫反质量序 对这个观测量 是很不一样的 你看 反质量序这些 这可以很难 这很大 这很不一样 那 进一步 我们做了 这样的一个 这个 横座标 就是刚才的这些 Double Ratio 再把它去 15 Log 这座标 是探测的一个基础 我们其实发现 至少有这两个 这个是 123 25 27 非常好 你看 这个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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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色 褐色的是 卫风的基础性 应该是正质量序 蓝色的是 反质量序 这有至少在 有个区域 只有正质量序存在 反质量序不成 那假设 未来 Z工厂 去测的东西 测出来 真的是这个样子 存在 在这个区域存在 那就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 就告诉我们 中文是怎样 还是正常的学 这就是解答 解答了一个 非常根本的问题 当然 这个 丢得咋 又告诉我们 对 所以我们是 帮助他 补充一下 另外 比如说 在这个区域 只有蓝色 这就是 到最后的化验 其实还是有趣的 但还有一个 就关于 Level Quad Decade 可以讲一讲 比如说 这两个图 左边一个图 是 反质量序 右边是 正质量序 那 横座标 都是 Level Quad Decade到 Muse 重座标 是 Tau Tau 那 在 反质量序 RH 的 Emorted Tracker 它有两个G 这个G 就很有趣 实际上 其实我们就发现 Level Quad Decade到Muse Decade到Tau 就几乎是0了 那换句话说 它实际上 Decade到电子 就几乎是1了 这比较好的理解 这个 实验者 FOS 或者CMS的 限制到它 现在它是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刚刚也有很久 那 没事 因为 原来 读博士说 有一位同学 就是做 数据分析 TEV左右 就做Level Quad 可以在Muse 实际上 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 原则上Muse 是应该有数据的 有啊 我就用过 所以我现在做数据扫描 就是肯定在 它Bunds之上 还活着 然后我在预言 它Decade 会有些什么状况 这个就很有趣 因为 尤其是你去做的话 它分几个Sanary 你看 我的Level Quad 可以Decade到 上映 Quad 跟带电星子 也可以Decade到 中微子 跟下映 Quad 它也是 看着Decade产物 是什么样子 比例是多少 然后Decade到 是低幾代 代电的星子 你看我在这种状况下 我只能Decade到 电子 别的Decade不到 这就很有趣 当然它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它可以比如说 Decade到55%来的 没有45% 那 这如果对 Normal hierarchy 就是一个线线的关系 它可以写成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个范围里 Mu跟Tau 在0.7 一支简 或者是Tau 我们等一下说八支简 我们再把它静翻一下 实际上就是 电子 所以那些电子 有效的 所以这些话 我们再把它总结出来 有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 Level Quad 不能很干净的Decade到 Mu跟Tau 这个可能也许 对直接 RTC上 这个Level Quad 它的Sanary 会有的 至少在我们这个模型 我们发现 如果 纯粹的Decade到Mu跟Tau 都不可以 但Decade到E 有可能 E更好测 更好测 也更好测 但是 理论上也是这样 但很好 OK 那我今天就 大概时间也差不多 我就讲完了 主要呢就是 跟大家介绍的这么一个 所以 提出这个Model 也是我的朋友 其实你们 上一个Tau 里面也 日本人 Foot 里面有一个叫PG 中尼拉 我跟他还是 共博士 这个Model 是他们当时提出来 我在他旁边 我觉得 可是很有意思 我也做了一下 把这个Model 进一步的SERV 研究了一下 我们 找出了一些 有趣的解析空间 然后我们 对于这个 带电的 轻子味道改变的过程 做了一个 研究 然后也发现 可以通过 这个叫Double Racer的 观测量 可以 可以 决定这个 中尼体的质量 是这个问题 提供满足 然后对于 LubPug Decay的 这个 也可以提供一点点 参考的理解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请问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你既然算了 掐出来Ferrolation 的过程 只算 就是Mu3 Gamma TOPMu 等等 这些TOPMu Gamma 这些掐 其实还有一个MuE Conversion 有 有 我们的文章有 我们的文章也算 你今天可以讲 这个文章我昨天投了 周一大哥会看到 我们文章里面 有一部分会记到 MuE Conversion 还有MuE Conversion MuE SuiE 这些过程都有 这些过程是 Diveton做主要工程 Diveton 这边也比较少 所以其实 这个 不是很强 最有用的 是MuTU1 Gamma 跟内部 我们有 不够好理 你刚才 你刚才这里面还有Di Quark 那那个 Di Quark Di Quark 后来就没有再做Di Quark 主要是 关注到Lev Quark Di Quark 没有进一步的研究 你可以另外做一个 可以啊 有信息有问题 就是Di Jet的那种搜寻 对 对 你应该比较上 看你们的研究 对 我一定这样做这个 时间关系 下一个 的